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裡有寶寶出生 的確是值得興奮和著藥 隨著小朋友的成長 很多問題就會開始浮現 而親子關係就變得越來越複雜 其中比較嚴重的 就是做父母的忘記了自己的本份 由嬰兒出生的第一天開始 父母就有責任好好地照顧和管教他們 因為兒女是神賜給父母的產業 如果父母對兒女照顧得不好 甚至出現不應該發生的意外 那父母肯定是失職 在比較發達的地方 小朋友很少會有糧食不足的情況 所以問題很多時都會出現在忽略那一方面 小朋友不懂事 經常會流計 不聽話 如果做父母的缺乏耐性 久而久之就會採取莫不關心的態度 曾經有些父母因為沉迷於打麻雀 或者喜歡賭錢 簡直就忘記了要照顧兒女的喜居飲食 有些年輕的父母連自己都養不到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有寶寶 所以一生出來就直接交給阿爺阿嬤去照顧 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小朋友 肯定會跟父母的關係很疏離 父母不管子女固然是不對 但是過於緊張又未必是好事 無論如何 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有自己的性格和思想 將來要發展自己的事業 建立自己的家庭 如果管得太嚴 那小朋友可能成為父母的邪線公仔 完全失去生命的光彩 做父母真是很難 究竟怎樣才算盡了父母的本分 既不多亦不少呢 《以弗所書》六章四節的經文說 你們作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境界 養育他們 父母不應該因為自己的身份而瞞不講理 要用聖經的話語來教導 栽培、管理和勸戒子女 使他們成為主所喜悅的人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父母首先要勤讀聖經 經歷神的道 否則又怎會有資格去管教兒女呢? 否則又不是 沒有資格去管教兒子 否則又會對話 過年 然後 表情